澎湖空難 半數未和解 家屬跪求成局討公道 下跪痛哭 拜託成局主持公道 因為這些罹難者家屬真的好無助 一句又一句罹難者屍體在大雨中被抬了出來 跡身殘骸散落一地 復興航空澎湖空難造成48人殘死 已經快滿一年了 還有一般的家屬因賠償金談不攏等問題 未完成和解 他們昨天到高雄向成局成情 感觉不到他們什麼叫做誠意 真的很可惡 真的娶一個小孩是不簡單 娶一個小孩你怎麼知道 他的兒子就是搭上死亡班機的海龍中士周應廷 家屬希望富航董作出面道歉 在舉辦追思會悼念罹難者 但富航人員卻連幫忙轉達訴求都不願承諾 法費還有道歉 難道這種事情還要用討的嗎 我們不是乞丐 程區答應請立委要求復興航空出面解決 不愧可惡 隨便當地址 決定做公益 獨家爆料給平果 請討論 照片1000元 影片2000元就給你 請幹機構 不高料我捐款